蒙特納州詹芙特州長抗力 各位訪團貴賓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首先 我要歡迎詹芙特州長率領的經貿訪問團首站就選擇來到臺灣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表達誠摯的感謝 我也要感謝詹芙特州長在 2021 年上任後 恢復蒙特納州在臺的商務辦事處 以具體的行動 持續深化雙邊的經貿合作 我們知道臺灣和蒙特納州長期在農業跟觀光產業有非常緊密的合作 除了黃石公園等著名的景點 吸引了許多民眾前往旅遊 蒙特納州出產的牛肉 小麥等農產品 也深受臺灣民眾的喜愛 此外 蒙特納州更是美國光電光學產業的重要聚落 並且積極發展生計 雲端運算 以及航太工業等產業 我們也看到詹芙特州長上任以後 努力推行稅制優惠法案 以及鬆綁相關的法規 不僅增加了工作機會 更是提升了投資環境 臺灣是蒙特納州第七大的貿易夥伴 我們相信隨著雙邊的投資環境更加完善 臺灣和蒙特納州能夠在光電 光學 以及半導體等關鍵產業 持續深化夥伴關係 共創雙贏發展 臺灣和蒙特納州也共享民主自由的價值 我要感謝詹芙特州長以及蒙特納州的參眾議會 通過友台決議案 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臺灣也會跟更多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深化合作 一起因應全球的各項挑戰 這次詹芙特州長率團來訪 是提升雙邊關係的重要一步 也希望在我們雙方的努力之下 未來臺灣和蒙特納州的合作交流能夠走得更廣更遠 Thank you